远处本在炼击的一行人,已经都朝这边赶来,御天神明和右手血帅,两个弓箭手速度最快,赶到时还能收个尾,两人一起发动狙击,把不孝给秒了。 你又杀了五个人?御天神明指着顾飞,悲愤地说。 喂,不要随便说诱啊,顾飞说。 飘流已击中姑娘,这是速度稍慢些的人物,此时才先后赶到,本来远处看的时候人好像挺多的,不想到了跟前,只剩三个人了。 已经都解决了吗? 飘流四下张网,她太想看看顾飞的身手了,赶过来的路上,就见这里白光一道一道的,此时到跟前一看,洛洛是牧师,另一个女人也是牧师,掀起这阵白光的自然只能是顾飞。 没事了,没事了,大家回去练集吧。 顾飞拍着巴掌说。 又杀了五个人,御天神明碎碎念,他是领了通缉顾飞任务的,随时可以查看到顾飞的PK值。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呀? 以众姑娘八卦的性子,没问出点门道怎么肯走,大家一边追问,一边把目光落到了茫茫的茫茫身上。 咦,你不是? 御天神明一下子又认出了茫茫的茫茫。 虽然两人只不过在一个月之前短短的见了一下,但御天神明是一个对姑娘很有兴趣的小鬼。 而茫茫的茫茫是个长得不错的姑娘,这让她很容易就保持住了印象。 你是月夜城前辰行会的茫茫的茫茫? 人能认出来,名字却让御天神明想了好一会儿。 你们认识? 洛洛眼睛一亮,顾飞对这个女人奇怪的态度让她隐隐感觉有内幕,现在看到御天神明的反应,洛洛更确信,这里面一定有内容了。 你是? 茫茫的茫茫,看着御天神明的眼神里就全是疑惑了。 显然,她已经认不出御天神明,毕竟她当初只是以韩家公子四小弟之一的身份出场的。 气氛有先。 我去过月夜城,见过你。 御天神明说。 哦,茫茫的茫茫,淡淡的应了一声,目光转回到了顾飞身上。 谢谢你,云端城真是一个出高手的地方。 顾飞不以为然地笑笑,而女生之间总是容易亲近一些,众姑娘围着茫茫的茫茫,开始打听一些诸如你为什么来云端城之类的问题。 于是茫茫的茫茫,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处境。 正如顾飞所想,前尘行会在月夜城积怨太深,在和云中墓他们对抗的过程中,月夜城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支持云中墓他们。 茫茫虽然依然拥有王的号令,这个变态的群战技能。 但由他那几十秒所迎来的局部胜利,已经完全影响不到全局。 当初前尘行会在月夜城独大时,确实很是嚣张跋扈,现在的角色对调后,其他玩家对他们的报复,可以称得上是疯狂。 见面就杀,毫无留情,前尘行会的几百来号人都成了过街老鼠。 走哪儿都是一片寒打,即使退出行会,也不被人放过。 被逼无奈,有的人离开了游戏,有的人开始巡路远走他乡,只剩下一些性子倔强的还留在月夜城死城。 茫茫的茫茫,无疑是其中之一。 而且作为风头朗尖的人物,他更为凄惨。 经常有人组着团,指名道姓地找着杀他,练急喝酒杀茫茫的茫茫,成了某些玩家每天的游戏三大项目。 你杀过茫茫的茫茫没有? 成了月夜城流行的口头禅。 如此恶劣的环境下,茫茫的茫茫却依然像只小墙一样顽强地生活着。 从没有萌生过要离开月夜城的念头。 至于为什么如此执着,大家怀疑,茫茫的茫茫却也没说。 至于来云端城,他说是找人。 找音乐? 雨天神明脱口而出,其实他早就想打听音乐了,就是一时半会儿的没想起来这个人的名字。 茫茫的茫茫默默默点了点头。 于是啊,众女又开始打听音乐,是何方神圣。 问过才知,这当中居然还穿插着爱情故事。 顿时对茫茫的茫茫的同情又加深了几分,就差没抹眼泪了。 除此之外,月夜城彪悍的民风也给姑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大家纷纷打听,六月的雨在月夜城是怎么活的。 小雨在月夜城任务至今未归,只和姑娘们保持短信上的联系。 重生子经许多后来的人都知道会里有这么一号豪迈的人物。 为了任务,去了月夜城一个多月,没回来。 我带你回云端城,你先下下休息休息吧。 洛洛对茫茫的茫茫说,茫茫的茫茫,那一脸的疲态,谁都能看得出来。 这,耽误你吗? 茫茫的茫茫看得出,这一对人马是在这儿练急。 没关系。 茫茫茫笑着说,还是我带她回城吧。 顾飞突然开口了。 你? 洛洛很意外? 顾飞一直对茫茫的茫茫表现得很冷漠吗? 刚才茫茫的茫茫诉说那些惨事时,顾飞也一点没动容。 此时怎么突然热心肠起来了? 难道说,洛洛心点一动,把顾飞揪到了一边? 干嘛?你想趁人之危啊? 什么? 他说的那个音乐? 游戏中可以互发消息,联系起来比生活中还要利落,生活中还有可能手机没带呀,手机没电之类的情况下找不到人。 游戏中绝不可能如此。 这种情况下,几天不见人实在难以想象不是刻意的回避,众人都是如此怀疑,只是没说罢了。 靠,你想哪儿去了? 顾飞一脸黑线,鄙视了洛洛一下后,走向玉天神明。 我回去洗一下PK值,到时候再来找你。 哦,玉天神明硬了声,走吧。 顾飞对茫茫的茫茫说,用的是不容置疑的口气。 那麻烦了。 茫茫的茫茫没有再说什么。 你们接着练吧,我一会儿回来。 顾飞朝众人挥手,有漂流在,这队伍中他的存在并不关键。 带着茫茫的茫茫先走了两步,顾飞依稀听到身后的玉天神明,开始对众人说。 哎,这个茫茫的茫茫呀。 八成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年他光辉嚣张的时刻。 为了照顾茫茫的茫茫的速度,二人这一路上走得并不快,不过之间也没有什么话。 顾飞对茫茫的茫茫的态度,洛洛看得出来。 茫茫的茫茫,自给自然也可以觉察。 顾飞不说话,他也就不吭声了。 就这么默默回到云端城,顾飞朝某个方向一指。 那边就是最近的下线区域了。 谢谢。 茫茫的茫茫说,顾飞点点头,也没说再见,就准备离开。 嗯,茫茫的茫茫却突然叫住了他,顾飞回头。 我还没问你的名字。 茫茫的茫茫说,千里一醉。 对。顾飞回答了他,一般这种时候,玩家都会打开交友开关和对方互夹一下好友,不过眼下顾飞却省略了这道工序。 谢谢。 茫茫的茫茫,最后道了一声,自己先转身离去了。 顾飞望着他背影争了片刻,这才也朝着通缉任务发放处去了。 接下来的工作,对顾飞来说是轻车熟路。 领任务追目标,正好有几个PK值三啊四的家伙挂在榜上,顾飞轻松解决后,PK值降到了一点。 随后重新出城,回到了练级的队伍当中。 姑娘们这会儿还对茫茫的茫茫大发议论呢。 不过,显然玉天申明已经交代完了茫茫的茫茫的过去。 茫茫的茫茫一下变成了有争议的人物。 就她是否值得同情,姑娘们分成了两派,分站在了包家怪物的左右两侧。 一边争承,一边朝圈里扔着天降火轮。 顾飞笑着,来到鹿茫身边? 这是干什么? 你认为茫茫的茫茫值得同情吗? 洛洛问,不值得。 站到对面去。 顾飞无语,顾飞哭笑不得。 不过,从人数上来看,反方占据绝对优势,看来嚣张跋扈的家伙的确很不得人心。 正好玉天神明这时引着怪回来了,顾飞随口问句。 玉天,你觉得呢?那女人值得同情吗? 值得。 玉天神明点头。 玉天最乖了,露露满意的点头还白了顾飞一眼。 再看玉天神明,在那儿摆了个笑容装可爱,莫了对顾飞几眉弄眼。 怎么说也是个美女不是?怎么样?哎呀,得手了吗? 滚一边去。 顾飞骂。 玉天神明可不敢得罪顾飞,灰溜溜的跑去引怪去了。 飘溜,你怎么看待女人呢? 顾飞闲着没事,这飘溜站在左右两边的夹角处,不问是看不出立场的。 没啥,游戏而已,飘溜不以为然地说,在这个世界里有实力的人都是这个样子。 是吗?我看你怎么不是?顾飞说。 飘溜望了他一眼,我那天在酒馆里随手就帮你秒了五个人。 顾飞无言,问都没问,一声张手就秒了五人,这的确是嚣张的典范。